你俩今天各吃各的 可不许肝脏啊 小舅子啊 这一排都给你吃 师傅 它是这么多好吃的 我这啥都没有 我吃空气啊 他可是我小舅子呢 你能跟他比吗 你别急 我再给你去拿 这么多好吃的 吃哪个好了 好菜来了 狗蛋狗蛋 还有好菜吗 狗蛋 你最近都说了 好东西要一起分享 哈哈 原来是大葱啊 师傅 你对你这个土地也太好了 说了说 嗯 狗是狗的 你别急 等它吃完了你再吃 我师傅 这是找的哪一处呀 一个大葱 看样子啊 这个碗里面 漫长玄机一样 那我就先吃点番茄小水果 我还问他不是我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我师傅那么偏心 这么多好吃的都给你吃 我师傅想想怎么了 说得嘴 这可是我姐夫特意给我准备的 你吃什么吃啊 就没给你安排 哈哈哈哈哈哈 哇塞 鸡炸配面绝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不是说是我的了 这鸡炸不是我买的吗 我放在冰箱里面 我师傅拿来的 你还帮他我吃 我怎么吃啊 他说我姐夫给我安排这么多的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久谁还没有一样 再拍一张两瓶 还好 我早有准备 鸡炎今天又吃不上了 小气鬼 一两个就没 你别笑 哎 都忘记给大家介绍了 刚才点上讲到吃的这个酸辣鸡子啊 是我们家的一个爆粉下饭菜 它里面只有鸡蒸 它是没有鸡心鸡肝鸡肠充速的 所以说吃起来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紧实劲道 而且经过卤制之后的鸡蒸 卤香味很浓郁 再搭配露坛腌制过的剁辣椒 酸豆角一起炒制 香的不得了 像这样一瓶 倒出来就是一个菜 开开即食 方便得很 里面的鸡蒸吃完了 剩下的剁椒豆角 拿来半个饭也是非常不错的 你们平常去外面吃上一份这个酸辣鸡杂 都要花个大几时 现在还有活动的 如果想吃的话 可以去我手上拍哦 这个鸡杂太吓唬了 吃饱了吧 吃得饱饱的 吃饱饱的呀 嘿嘿 那你看一看 我师傅怎么可能让我吃大葱呢 哎呀吃你的大葱吧 还不叫 啊 姐 我 不好 干吗 我 是 您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